羅平帶來陳雷的歌曲 最佳男主角 講起亂來我丟別塞老 比起這載我也只有開頭 吹嘴講話大家聽到真無聊 講不親徒我大恨都不笑 講起無憂我是真苦鬧 比起身在我也只有見笑 人家大坑我出鼓勵哭不掉 不怪人說我是最佳的男主角 敢說這四人就做菜帳 若無阿爸的藥 哪會幾個秋口 人生路紀念有騎桌條 但若打拼十萬也會出草 小小是斷人也不免耗 尾指有租的也沒必要 人家大坑我出鼓勵哭 你我吃順水吃的男主角 講起亂來我丟別塞老 比起這載我也只有開頭 幾歲講話大家聽到真無聊 我沒失陀我是大恨都不笑 講起無憂我是真苦鬧 比起身在我也只有見笑 人家大坑我出鼓勵哭不掉 不怪人說我是最佳的男主角 敢說這四人就做菜帳 若無阿爸的藥 哪會幾個秋口 人生路紀念有騎桌條 但若打拼十萬也會出草 小小是斷人也不免耗 幾歲有錢也不免耗 幾歲講話大家聽到真無聊 人家大坑是最佳的男主角 敢說這四人就做菜帳 若無阿爸的藥 哪會是可笑 人生路紀念有騎桌條 但若打拼十萬條會出草 小小是斷人也不免耗 幾歲出黑也沒必要 工匯交出賣比拼乾燥 你我才是最佳的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羅平 他現在很投入這種角色 其實是因為他已經長得夠帥了 所以就很甘女這樣 好 我們首先請到洪敬老師 請做講評 看完你這段表演 讓我想到又另外一個 也是寶萊塢的巨星 這個巨星他演過三個傻瓜 裡面有一個叫 阿米亞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這個角色好像就是 這個男主角在唱這樣子的歌 就是好像在電影裡面 突然穿插一段歌舞 那這個其實是蠻有喜感的 那我覺得剛好又 但是羅平我覺得你比他帥 那你也比他會唱歌 這是我很肯定的 不過因為這個歌 比較輕鬆節奏 那成蕾唱歌其實就是那個 在取勝 所以他在可能有一些咬制的地方 他其實是有一些口音 是比較南部腔的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在咬制方面 羅平其實是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在咬制 字與字之間的那個音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準 如果你可以再把它唱準一點 讓他的音調再黏在那個節拍上面的話 我覺得整個下來 加上你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跟口氣我覺得會更好 不過我覺得可以看到阿米爾汗在這裡唱歌 我就已經很滿足 很棒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丁曉雯老師請 今天是宅男羅平 我發現羅平每一次的演出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氛圍 所以我一直在想 羅平應該可以算是各行各業 代言各行各業的這家男主角 因為你真的演什麼像什麼 包括今天一開始這個宅男的感覺 跟陳雷那種宅男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那今天這個整段的表演 老師個人認為非常的完整 你完全是融入在這個表演的畫面裡面 我一點都不覺得 你是在跟著舞群跳 我覺得是舞群在跟著你跳 我希望你這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搞不好這個不是百家姓是百家夜 都被你表演完了 真的可以代表這個 各行各業的這家代言人 你加油 真的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 三位比起來 王建復92.2 王燦91.6 我們看羅平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總是把各行各業 每個角色表演得很到位 羅平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92 小數點繼續跑 1 2 3 4 恭喜得到92.45分 是的老師 謝謝 謝謝 老婆今天都不需要用到免死金牌 這張王敗就會去掉 目前是92.4分暫時領先 大家